生死时刻,被郎平彻底放弃,张长宁拿第三高分却显成罪人10月14日,女排是锦赛第三阶段比赛及六强赛在明古屋综合体育馆进行,中国女排迎战赴赛时曾3比0横扫过的美国女排,中国女排遭遇对手的顽强阻击,在拿下首局的情况,下背对手连班两局缓超,不过随后两局,中国女排展现了强队本色。 连胜两局完成今天大逆转,替补出场的李盈盈成为最大骑兵,她在最后两节得到12分,帮助中国女排立案狂澜,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被李盈盈换下的张长宁,在最后两节的关键时刻被彻底放弃,险些成为罪人,因为在复赛阶段曾经3比0横扫对手,赛前中国女排被普遍看好, 不过五天之前输球的美国女排显然不想束手就勤,而且做足了准备,今天的比赛中,美国队几乎每局都可以取得领先,而且他们的快变打法,让中国女排很不适应,中国女排很难跟上对手的节奏。 前三局,中国女排1比2落后,而且第二局和第三局,中国女排分别输了6分和5分,这样的局面让不少中国球迷非常担忧。 面对落后局面,郎平果断换人,老将曾春蕾和小将李盈盈一老一少出场,替下了龚翔宇和张长宁,中国女排在局面上立刻改变,李盈盈的扣球,发球和曾春蕾的发球,成为比赛的转折。 中国队最终3比2逆转美国女排,在六近四中占的先机,与大放一彩的李盈盈相比,被换下的张长宁成为本场比赛的失忆者。 前三节比赛,张长宁拿到了12分,这是全队的第三高分,不过张长宁的效率并不高,28次扣球只有10中,命中率不足4成,此外他还有两次篮网得分。 在中国女排的深思时刻,郎平无奈将其换下,随后再也没有出场,最终促成了这场大逆转。 当然,球迷并不能因此过多苛责张长宁,毕竟本赛季张长宁一直有伤在身,本次世纪赛我们可以看到,张长宁的左腿上还带着一个护具,据说这个护具有五金多重,这对运动员的影响显而易见。 在拿下美国队之后,中国女排已经无限接近四强,一旦进入争冠阶段,张长宁的发挥将至关重要,希望张长宁能尽快找到状态。 哦,有一次,那 obst…… 每一gem下 帮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